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大家处在什么分段 无论大家成就是否达成 无论是初级天狗还是高端猎人 无论狗日的生活是否带给你了热了狗时的游戏体验 总而言之 这一切的一切都将迎来新的开始 请务必记住 everything is ok 那成了 让我们来说说年前最后这两周发生了点啥破事 近日推特上最热点的事件 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林 因为支持一名排斥LGBT群体的网友 单方面被粉丝开除了作者集 现在一些粉丝学称 哈里波特的作者是 啊 是初音未来 操 大声 选择蜜库将的原因是因为在今年的三月份 我的世界的创造者发表了 变性人不是女人 他们只是感觉自己是女人的言论 随后一个山寨初音账号出来说 都别吵吵了啊 我的世界是我做的 从那之后 初音变成为了平行世界线上万物的缔造者 确实 认同自由的代价就是 公众人物发表不利于己方看法时的疯狂虚虚 嗯 我觉得没问题的 近日 PDD和宁登上吐槽大会 我高价这个培养电竞的选手 然后把他低价的卖出 还要听他说我是猪 对 我这波反向操作真的可以说是流云行水 可以说是拿起烟头再烫自己的嘴 有劝硕士 这期的开锐味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近日火星救援性质的节奏事件 大师兄DoubleLift在他直播中说 在技巧和操作难度方面 DotaR想要超越罗罗的可能性为零 第二天 两届TI冠军队OG的NoTile发布推特 不服咱们现实里边碰一碰 英雄联盟啊 之前玩过 就一举我摊牌了 我杀疯了 又八年前贴吧那味儿了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NoTile在推文中说 将和两个善于交流的英雄联盟选手面对面交流 言简一概 线下咱就逼逼 能别动手就别动手 希望到时候开个图一乐的现场直播啊 TGA 2019于上周完美罗目 之狼荣获2019年度最佳游戏 宫崎英高第一上神坛 那 皆さん 我已经认识到了 目前的游戏对你们来说太简单了 下一个游戏就没有篝火和龙音了哦 近日微信最新版本朋友圈可以发送表情包 而接近相隔两天却直接关闭了此功能 嗯 应该不是有人发方图被强制下线了吧 不是我啊 我就是在合理的推测 别乱猜 希望官方尽快恢复 近日网络上流传相当火爆的秘密 千儿大爷碰一切 嗯 其中之一 嗯 作为历史悠久的八卦片 行行行 我知道你们想看谁 碰壮壮戏 我门塞斗 哎呦 有文明有破理又只会一层нос 也不能骗人 我门塞斗 行啦 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少女们都想嫁给他呀 那就都归你了 都想做她新娘 好好 知名补薪论坛NGA近日去世 一楼主的老婆沉迷气功 女儿生病了也要用修炼的魅力治疗 本来是一个很常见的反科学的事 但是这件事爆火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这个楼主的文风十分的诙谐幽默 再一个是因为这个论坛叫做牛骨案 该楼主随后发了他老婆所在的修真打坐群的聊天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 穷规中每晚都有共修 意思呢是大家线上约座 一人发起邀约 道友们准备好了吗 做 做 做 在补薪的风潮刚刚晃了劲来的NGA老哥们 立刻来了兴致 别问你天天大雨大肉也怀念小丛半豆腐 诸多老哥踏破了打坐群的门槛 问就是内鬼没有一个真正的道友 声势之浩大 全国的修行打坐群都成为了老哥们狂化的圣地 上来就一句 战火为何而燃 秋夜为何而落 天性不可夺 无畏心中亦有祸 大师我来了 好 做 这家伙 全国各地的大师 现在看见ID里边带心的就头皮发麻 有的解决了多年的老便秘 有的画师开始了创作 有的结识了女道友 可以一起探寻双共共共修之法 有的大师甚至已经看开了 和内鬼们打成一片 道友别问 问就是做 无畏也是刚刚进修不久 对于共修之事十分憧憬 希望与诸位道友共勉 加油哦 坐 下一件事 哎呀 通常在讲述这类事件的时候啊 骑手势是我有一个朋友 不过确实我还真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写小说的 蠢爱类型 在前几天晚上呢 我们几个人就在开心的摆给 一个消息声响起 相隔了五秒之后 这个戴文豪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我问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他说 哎 没事 又收到一条消息 把我小说里边的一些章节又给锁了 然后截了张图给我看了看 他们编辑的签名动态 脖子以下 这几个字眼呢 引起了我的注意 诸位想想啊 言情啊 蠢爱啊 cp相 淡美 脆皮鸭等一些类型的小说 不能描写脖子以下的情节 那还怎么写那些 荷尔蒙与多巴胺泛滥的肢体冲突 那还怎么写 古代神话中某种奇异物种 进行直线向前的冲锋运动 随后啊 朋友又有看了一眼 他小说中一些 要求整改的地方 有趣说实 看完之后 我更加好奇了 那些改过之后 重新上架的小说章节 是如何做到 在过审的同时 实现超速行驶的 好奇心趣旨之下呢 我去搜寻了一下 这些作者改过之后的章节 不看不知道啊 如果这是一门 严肃的学科 那这些作者 依然是不可磨灭的珍宝 首先 我们按照Level 来简要给这些章节 划分一下啊 一些被锁章节 有些作者很直接 比如 拿出一条 写出来会被禁僵和谐的东西 用牙齿撕开 毫不犹豫的进行这场 尽将不允许发声的运动 整个卧室充斥着 阿进不允许发出的声音 房间的每个角落 都留下阿进 禁止那项运动的痕迹 之后的事情 在这个网站不太好讲 白日宣淫的事 干也就干了 写出来 不太好 嗯 作者们呢 很坦诚的 用另一种方式告诉观众 这种事呢 就尽量脑补 文字的渲染 基本是没戏了 啊 当然还是有那么一群作者 他们不甘心 他们对于文字的热爱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想疯我 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开不动的车 前路和气漫漫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也挡不住撒家 巴士卖排水局过弯 他妈的 这就叫专业 接下来 咱们来看看这些 严肃文学上级 请各位评委 自行大分 啊 第一位作者 目标很明确 储夕咽了口口水 神识鬼柴的问了一句 真的包满意吗 啊 Fu moments later in the bite of room I don't want to fuck my phone get out It's enough T-T I feel all was later You are fired Fired T-T At last True she was in the bathroom She closed her eyes So tired 啊 行 行吧 行吧 下一位 这本小说的设定 有点意思 男主是一位AI大神 女主是学挖掘机的 同样 这本小说的细节描写如下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期的 走进机械 请跟随本台记者 去某赛车道现场 观摩采访 唐小姐教你如何正确驾驶摩托车 这辆摩托车外观非常好看 车把 横梁 轮胎和小挂件 每样单拎出来都能接杀全中国 唐小姐虽然是组装摩托车的行家里手 但是从她的动作可以看出 她组装拆解这辆摩托车 认真又小心 生怕碰坏了她 唐小姐太喜欢这辆摩托车了 所以有着她胡来 身上是重重的摩托车 摩托车上的小挂件在眼前晃呀晃 唐小姐伸手去抓 没有抓到小挂件 但双手落在了车把上 要踩油门了吗 唐小姐握住车把 有些紧张道 回应她的是摩托车的轰鸣声 我你妈 接着接着啊 下一位下一位啊 这位作者应该是学地质学的啊 刚开始是P波和S波接踵而至 先是上下轻摇 在左右未晃 随着阵幅越来越大 阵感也愈发强烈 紧接着两者叠加起来 混合成了威力更强大的波动 而每一次波动都正好正在那最脆弱之处 太牛了太牛了 这专业的态度我真的是无欲宁耶 当然啊这样例子太多了 作者们为了心中的执念 有的加入了抽象派 有的在一阵空虚之际 带大家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各顶各的人才 啊当然你要问我最喜欢哪一篇啊 啊我对这种文章的评判 还是在联想能力与如何相结合上面 个人主观评价最高的一段是这个 扩张出份后把陈雪的腰往下一按 像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那样 对接了 同志们 什么叫做走大者 先别管别的啊 这一下思想境界就升华了不少 宇宙银河 为了见你 我穿过了330千米的天空 以接近第一宇宙速度向你靠近 最后成功对接 哎呦将其拟人化都能写个4000字的CP文 尤其是对接这两个字眼 哎呦我操 学到真学到了 我上我真不行 考驾照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我只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小学生罢了 哭了 远地痛哭 或许这才是乐趣所在吧 不行 我也要创作 下面请欣赏 由我写作 宫居人朗诵的巨龙苏醒第一章 当然有点差啊 不惜可以跳过 他扶摸着禁江不让血的那些部位 闭上双眼化身为死亡之意 覆盖整个爱泽拉斯 双翼展开 从海加尔山一飞冲天 庞大的能量 使山脉荡起了波波涟漪 而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一路向南 他肆意在金色的闪光平原 进行着不规则的不朗运动 有道 毫无目的 只遵从本能驱使的截略 这个世界的潜在蓝图 翡翠梦境也受到了影响 从世界的外围 释放能量场 妄图将其遏制 却让这灾恶进一步加速 翡翠梦境 终被堕落腐化 世界万物的最后的希望 也仅剩下了人类的国度 暴风城 死亡之意毫不疲倦 宛如一辆加满了 九十号柴油的挖掘机 一路以前行的姿态 向着灼热峡谷前进 布置归土 终于 在峡谷的半山腰 雨季的暴风城 散开了大门 但死亡之意却停下了匆匆的脚步 以一个国人的姿态 准备进入城门 他再度展翅 不知从何处拿到了一顶 遮住自己骇人形象的帽子 是的 无论是他还是暴风城 已经准备好了这历史性的对接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妈的硬币破十万 老子就在微博连载 这会儿太大劲了 不行不行 再让下去真定不住了啊 先来看看本周观众们的留言 因为这个视频跟男友吵架了 看的时候我就说在微博上看到过 这个男的是牛郎 他一点反应没有 小健姐说他是牛郎的时候 他就爆笑了 他眼里只有小健姐没有我 我说话就是在放屁 嗨 如果不是为了那啥啊 男人更愿意跟男人在一起玩耍 嗯 有空 我约你男朋友一起拉屎 下一位 哗 这位老哥看得出来表达欲望非常强烈 自身就是文化向的工作 民族动漫方向 大概讲的是认同上期那个李子柒的观点 嗯 其实近段日子我发现啊 B站在某些热点事件的时候 很多UP主有表达的欲望 做成了视频 正反方都有 为什么不可以弄一个辩论性质的视频专题呢 仅随时代潮流嘛 期望 对吧 B站编辑大哥们考虑一下 我觉得是好事 那成了 年底了嘛 顺应主题 再加上我们主题片前两天刚发的那个年度游戏混战 有点小感动 本期推荐的歌曲呢 我看了一圈 好像没有音乐软件上面有 是来自于TGA2018年度游戏提名时的 各大游戏主题曲重新编曲的串烧 没啥特别的原因啊 因为18年有英雄之政 主题片的混战中 又到了美国任天堂前任总裁在台上所说的 正如同每个人都藏识孩子 在课上画着超级英雄涂鸦 是啊 这样天真的创想回溯几万年 那便是我们第一只仰望星空的祖先 后期宇宙遭事物的自我理解 诞生了万千善明 他们交错融合 如今变成了孩子纸上的那些幻想的源头 而荧幕足够装满下这些因果得来的故事 电子游戏所承载的 就是这些 我是小姐姐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八卦片 咱们明年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